有文本的字幕打轴主要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全人工打 第二个是同语言的话 先自动英文对齐 然后再人工校对 人工打轴的工具有 Edge Sharp Arctime Time Machine PopsUp Commear 或达芬奇等等 这次我讲的是subtitle edit 人工打轴 在开始打轴之前 我先说一下我用到的一些se快捷键 大部分都是自定义的 导入视频 你们这里可能需要设置一下播放器 mpv 这里刚好有 换行 所以我们全选取消换行 或者shift r 取消换行 ctrl r 是自动换行 选择双击选择 shift加鼠标左键 开始时间 ctrl加鼠标左键 结束时间 还有就是 q 以及 e e e是设为结束时间并转到下一行 待会需要用到这个 还有就是鼠标 点击拨动 点击拨动 另外一个就是按住alt可以两个一起调整 我还设置了w和s快速切换字幕 和平字幕是alt加q或者1 q是合并到上一个 alt加e是合并到下一个 现在开始讲se打中 全选复制文本253行 导入全文本 粘贴 导入全文本 删除空行 生成时间码 1毫秒 确定 导入视频 选择首行 拖到视频尾部 然后设置 设置期时间并偏余 我用的是Ctrl or Shift 这个 然后 跳到 开始 记得选择这一行 q 播放 1 可以q 然后再往前拉 1 q 1 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是利用q和1 q是确定开始时间 然后1是确定结束设为结束时间 并转到下一行 现在给你们看的是 经过Anius 英文对齐的字母 双记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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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准度还很可以 我们去到其他地方看一下 比如像这些 听 帐 提示文 嗯 这里就开始有点不准 嗯 i never saw coming you were a day i never saw coming i never saw coming you were me both in fact i have a new outlook on the world great do you have the rings 嗯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这里能调整一下 就可以 你看到这里又开始 准了 其实他 他这边其实也不是特别不准 就是 就是 调整一下就行 其实这些 我们再快速调整 你看这些都是 是 所以他的准度很可以 就基本 调一下拉一下就行了 所以他会省很多的时间 我是很推荐这个方法的 但是在英文对齐之前 最好是做一下 人生分离 这样会提高整个英文对齐的 准确度 人生分离我用到的是 spread 但是他会限制 600秒的 持续运行时间 如果你想增加时长 他可能会导致内拳移除 最后是没有输出结果的 我测了一下 16GB内拳 他能跑800秒左右 所以长音频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 我用到的是 iZTOP RX8 但是它的导出速度 比spreader是慢的 如果你想用spreader的话 我推荐用spreader 故意版 它是傻瓜式的一键安装 能批量拖入 但是如果你会 FFMP1G一键切割 合并命令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用spreader 故意版 因为它的速度会更快 如果你的音频是5.1升到以上 那就直接导出人声部分就可以 英文对齐我用到的是 Anius 它有web端 而且是免费的 打开网站首页 点这个 它这些语言很多 有粤语普通话 这里选择你的文本文件 然后其他默认 选择音频文件 如果你的音频很久都不说话的话 建议设置一下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也是一样 然后这里是一个字幕块的一个开始 就是在音频前的 我这里会通常一般都会设置 这三个一般都会设置 就是音频开始和结尾 然后这里是删除 这些都会选 就这样 然后按这个 然后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它会把字幕发到你的邮箱 现在来讲一下听译 听译也是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全人工听译 这个可以配合训飞语音输入法 来减少打字时间 第二个是语音转写成文本 然后英文智能标点断句 再人工断句 人工断句的时候 也可以配合训飞语音输入 最后面就是重复之前的打着工作了 语音转写文本之前 先人生分离 也会提高识别率 现在智能语音识别发展的挺快的 但是断句很一般 还是需要人工校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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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descon 关系 Beauty